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汪启年,你老婆女儿在乡下住得还习惯吗? 范贤呼得问了一个看上去与所有事都毫无关系的问题,然后马车里的众人都是一争。 马车里,林婉儿和斯里里微微皱眉,海棠朵朵看了范贤眼,却面色如常,他似乎知道范贤的意思。 回后也,一切如旧,没有他们在京都,小得最近可是舒坦了不少啊。 这绝对是王锦年的真心话,从他惬意的神色便可以断定。 那你可知陈萍萍为何要将你的家人送离京都? 范贤就坐在车门边上,一站门框。 那自然是担心太子殿下拿小的家人威胁我。 侯爷的意思是…… 王锦年话倒一半,呼得愣住了,满脸不可思议地看着范贤。 从一开始,陈萍萍就知道长公主在我手上,所以他才会故意把你的家人送离京都。 如果这一次出使东夷城,你没有能为他带回可用的情报,或者说我没有把长公主交给他,或许…… 范贤也没有继续说下去,因为他觉得真相实在是太过于残忍。 事实上,他将长公主交给陈萍萍,一则是因为他需要陈萍萍知道当年真相,而且是从长公主处得知。 只有这样,陈萍萍才能相信这个真相的确是真相。 二则是因为他也需要陈萍萍来保证长公主的安全。 因为陈萍萍既然已经知道长公主在自己手中,那不如就将长公主交给陈萍萍。 陈萍萍定然能够理解长公主此时此刻对范贤的重要性,所以肯定会不予余力地保护长公主的安全。 三则是因为王启年。 王启年虽是贪财,但取之有道,并且因为钱,他的确帮了范贤不少忙。 在这种情况下,若是因为范贤自己而连累了王启年的家人, 那范贤必定会愧疚终生。 所以他把长公主交给了陈萍萍,以此来换取王启年家人的安全。 要知道,陈萍萍是一个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人。 他这么多年的隐忍,一直暗中调查当年的真相。 此刻他既然已经知道了长公主在范贤手中,岂会善罢甘休。 所以王启年这颗棋子如果起不到作用,无法为他带回可用的信息。 那么这颗棋子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 论阴狠,想必这世上没人会比得过陈萍萍。 还有一件事需要说与你听。 请侯爷试下。 王启年急忙微微转身,朝着范贤攻守。 此次东一城之行,事无巨细。 但凡陈萍萍问起,你都可以告诉他。 但你也要知晓,陈萍萍虽然说是嘴上信任你,但他可不会像我这般好说话。 回去之后,我会尽快把你的家人接出来。 范贤一直在想,应该如何安置这些人。 比如王启年的家人,比如滕子金的妻儿,比如斯里里的弟弟。 这些人如果都留在京都,那肯定是不行的。 可如果像滕子金的妻儿般被送走,远至十万八千里,谁也不知道的点,范贤也于心不忍。 他们应该拥有更好的生活。 当范贤接手内裤后,他就一直在考虑如何安置他们。 当然,前年是范贤需要彻底掌控整个天下的局面,此时明显还不是时候。 王启年自然是听懂了范贤的话,闻言微微点头。 而坐在车厢里的林瓦尔和斯里里却是相视一眼,而后都用眼中奇怪的眼神看着范贤。 范贤转过头,瞧着两人眼神,当即明白了他们在想什么。 当初在赫州外的时候,我便与你们说过, 陈明明想要利用我查清楚当年的真相, 但光靠我一个人明显办不到这件事,所以我也需要他的帮助。 我们两个人可以说是相互帮助,也可以说是相互利用, 但有一点需要谨慎对待,那就是陈平平到底是只想利用我调查当年真相, 还是真心实意地想要帮助我调查当年真相。 这里面的差别,我想你们应该能分辨得出来吧。 范贤话到这里,没有继续说下去。 事实上,如此怀疑一个人是不对的,更何况这个人还是一直帮助范贤的陈平平。 可是范贤却不得不警觉。 因为此次东夷城之行,范贤的收获远远超乎了他自己的想象。 陈平平既然暗中一直在联络四股间,正如四股间自己所猜测的那般。 陈平平会不会也是想利用四股间来帮他查清楚当年的真相呢? 既然他连四股间都可以利用,那为什么不会利用范贤呢? 要知道,陈平平在京都乃是以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存在。 监察院,监管天下,只要是他想知道的, 那便是深藏于九幽之中,深藏于九天之上, 他也会想尽一切的办法,不择手段地得到。 当他如此坚决地要调查当年真相的时候, 有什么是他不能利用的? 只要能调查出当年的真相,又有什么是他不能放弃的? 所以看上去他的确是在帮范贤, 可实际上,这里面利用的成分更多。 而范贤也不得不多留一个心眼, 他不一定要严密地监视陈平平, 但绝对不能完全地听陈平平摆布, 甚至将所有的真相都告诉他。 可如果陈平平是真的在帮你呢? 海棠躲躲呼地问道, 但愿是这样, 其实我也不想看到我心中所想的。 范贤有些无奈, 毕竟陈平平对他可谓是十分的关切, 事无巨细, 进阶清囊相守, 甚至不惜冒险相助。 这份情谊, 范贤不可能不知道, 所以他真的不希望有一天与陈平平决裂。 不远了, 再过些时日, 下面一切都会清晰起来。 范贤举目望去, 炙热的夏日里, 整个世界似乎都沉浸在这种热烈的几分中。 山峰绕过山岗, 带着一丝不肯退去的顽强, 不断侵袭着世间的每一棵树, 每一块石。 京都城, 那如猛兽一般匍匐在地上的巨大轮廓, 在斜阳下显得异常地令人感到震撼, 就好似一道阴暗深渊, 无论谁入其中, 都会被吞噬掉一切, 然后变成另外一个连自己都不认识的人。 此刻在京都城的东城门上, 百姓们夹导欢迎刚刚从东瑜城返回的范贤, 事实上, 范贤是从北齐回来的, 只是他故意绕了岛, 又从东城门进。 此次与初始北齐不一样的是, 此次初始东夷城, 范贤没有被污蔑叛国, 也没有遭到重创, 反而他的初始, 导致四顾靖和苦河两位大宗师双双重伤。 在沁国百姓看来, 范贤鞠躬至尾, 于是城中百姓自发地前来迎接, 热闹场面中, 与当初范贤进入东瑜城之时一般无二, 而在人群中, 太子明显是最显眼的那个人。 范贤走下马车, 抬头望了眼斜阳, 忍不住微微摇头, 而后这才缓缓地走向太子。 太子不知什么时候, 也挽起了和二皇子一样的吊吊, 在城墙下的一处空地上搭了个小亭子, 凤有茶却无酒。 太子殿下, 这般可不是真潇洒, 潇洒这种东西, 装饰装不出来的。 范贤是已先让使团进城, 而后才坐下。 二皇子的潇洒真不是一般人能够装出来的, 毕竟二十多万大军说放就放, 这种果决, 饶是范贤也觉得佩服。 而太子此番装模作样, 虽有形, 但却无神, 看上去难免令人感到奇怪。 太子闻声, 微微抬手, 城门口围观的百姓历时被守城卫时驱散。 逮得整个城门口只剩下范贤和她之后, 她这才转过头看向范贤。 长公主到底在何处? 太子被逼急了吗? 看样子好像不是, 可是她却开口就问到了这个问题, 就好似除了这件事以外, 已经没有其他的事, 值得她去注意和关心。 即便是四顾进和苦河的宗师大战, 也不值得。 一流云没告诉殿下, 范贤若无其事地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夏日吟也能喝到清茶, 也可谓是一种享受。 他人到底在何处? 太子加重了语气, 脸色阴沉, 目光如炬。 他知道长公主就在范贤手中, 所以才会派叶楼云前去跟踪。 可是他没想到, 叶楼云跟踪的结果, 竟然是让太后猜疑自己, 这让他感到了危险。 身为东宫太子, 在与二皇子的一番斗争中, 他从未感受过任何的危险, 即便是被长公主背叛之时, 他也未曾感受到过危险。 可此时, 当太后怀疑他的时候, 他心中这种危机感, 一下子就涌动起来, 而且喋喋不休, 连绵不绝。 所以他才紧急地招范贤回京, 他要弄清楚长公主到底在何处。 终于要撕破脸皮了吗? 范贤有些可怜地看着他, 是的, 就是可怜。 因为没人能够想象太子会为了一个女人而感到危险, 这种可笑的事, 只会让范贤感到这个太子, 十分的可怜。 身为沁国的储君, 夺嫡之争都未曾让他感到危险, 一个女人竟能把他逼到这番田地, 除了可怜, 范贤实在想不到其他此语。 范贤, 萧楚长公主, 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 太子阴沉沉的语气, 在这夕阳西下的夏日黄昏中, 显得格格不入, 他的脸上好似蒙上了一层冰霜, 一股阴狠不自觉地流露出来, 杀时间让周围的空气为之一冷。 殿下这话可说大了, 我要什么, 殿下难道不知? 殿下既然知道, 可又能给? 既然不能给, 又何必说这样的大话? 平白让人觉得太子毫无信用。 范贤一番冷笑, 仍旧显得若无其事。 他想要的, 太子知道, 可是太子此时说的话却毫无水准, 空口无凭只会让人觉得他在吹牛。 吹牛可以, 但好歹问问牛同不同意。 范贤, 你别逼我。 太子决定放狠话了, 之前就说过, 一旦进入放狠话的环节, 那么谈话基本也就宣告结束, 而且太子放狠话, 对范贤而言, 根本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因为范贤知道他想干什么。 殿下, 打算把实情告诉陛下吗? 我四藏长公主只是为了调查当年我娘的死因, 而陛下一直不愿意让人知道我娘的死因, 所以你一旦把这件事告诉陛下, 陛下肯定会以雷霆手段对付我, 对吧? 范贤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目光之中仍旧带着可怜。 现在太子唯一能够威胁到范贤的只有这个。 除此之外, 太子手中紧握的几乎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东西。 难道不是这样? 太子咬着牙返问道, 殿下, 我劝你善良, 当个人吧。 范贤无奈摇头, 然后太子就一脸懵逼地看着范贤。 你知道你为什么在之前, 于二皇子的夺敌之战中一直处于下风吗? 范贤呼得岔开了话题, 太子仍旧一脸懵逼地看着他。 陛下呀, 别总是这么理想主义, 你以为你能掌控全局, 但事实上, 你连一根头发丝都不能决定。 你以为你能拥有很大的实力, 但实际上你却连二皇子的一半都不急。 太子这个位置虽然尊贵, 但也有很多的限制啊, 这导致你根本不可能拥有太强的势力。 所以呀, 殿下, 别异象天开了, 早点回去洗洗睡吧, 明天不用上朝吗? 范贤微微白手, 算是给了太子最后一点建议了。 虽然这种建议在太子看来, 乃是一种嘲讽, 一种可悲可叹的讥笑, 可范贤并不担心激怒他, 相反, 范贤似乎是在故意地激怒他。 于是太子听吧, 蒙了一拍面前的暗桌, 立刻站起身来, 脸上愤怒如夏日里的炎热, 汹涌澎湃, 滔滔不绝。 放肆, 太子一声力合, 毛子里的心火于夺狂而出, 看吧, 这就是你和二皇子殿下的区别, 倘若是二皇子殿下, 他一眼就能看出, 我是不是在故意地激怒他, 可是殿下却看不穿, 即便看穿了, 也不会迎人, 反而会恼羞成怒地上当受骗, 所以殿下, 不用再装作潇洒, 有些东西殿下是永远无法得到的。 范贤饮清一杯茶, 而后生了一个懒腰, 缓缓地起身。 这夏日黄昏啊, 当真是令人心神疲倦, 睡意浓浓。 精彩内容, 下集再见。